好几年前 大概有五六年前 我到台湾去 好像是中山大学的校长 在高雄 请我在修下讲义 校长夫妻那样个 虔诚的佛教徒 我提到这段事情 台下有个人举手 她是将军乡的人 她知道 这个老太太有功夫 欲知识知 不说 说了什么 怕儿子媳妇有感情 这一哭一闹 她去不了了 不说 这在将军乡 那是 她跟我讲话 是前一年 就是一年前 以后我在美国 住在九金山 九金山的干老太太 她的儿子女儿 在美国念书 又在美国就业了 把她也接过去了 这是我一个老护法 我在台中生年 经济就是她帮助我的 每个月 寄150块钱给我 李老师规定 一个月你要是超过150块钱 你就不像出家人了 150块钱里面 有90块钱是伙食费 吃饭 那么这个150块钱 是155个人 她找的155个人 每一个人一个月10块钱 我在台中生年 她就供养神年 去到美国 我们又见面了 请我在美国 她那个时候住老人公寓 在老人公寓里头 讲经讲一个星期 我这个迷途之念头 就从那里